來來來來來來 勾起來 哎呀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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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心機漏跳的 來來來來 哇哇小心別被他咬到 好像鉤子掉了 鉤子掉了 是不是鉤子掉了 哇這條這條 我剛才看的我都不敢說話了 哇哇哇哇哇哇道 10幾鏡 好安良着 XXX他父毛 差點被他跑點 對阿勾了勾了好幾下也沒勾到 趕快給他摸 摸堵一點哈,剛才有點彎掉了 所以勾了幾次沒勾到 sought for 給他摸分離一點啦 不跟他開玩笑 一步就到尾了那種 又来了又来了 这个不算大了 现在这个不算大了 两三斤都是小的 等一下两三斤不要叫了 现在这个船是跟着跟着这个县主走的 一个在开船 一个在收 这个配合要默契 这个太小了 太小了太小了 小屁孩 又来了又来了 这个现在都算小的 一斤多 这个算小的 小鰻 还有一条 这一块看来又是要一连串的伞 这条大 哇这条你就这样飞起来了 这条有个视无尽 这个秘密基地 那个曼玉奥 全是巨物 巨物横行 这种天气是巨物横行 还没起来 来了 马上要出水了 看一下大不大 这么小 这个可能大的跟大的一群 小的跟小的一群 我突然间来一条 就是大 这条有没有七八斤 自动交购 又来又来 我刚走上来 你又来一条 又是这么大 又是七八斤 这条可能有没有十几 这条应该是有十几 哇这个抓一百斤 两下子的是 好了收完了收完了 上半场结束 来来来上半场结束 高一条 新鲜的活活的高一条 哇全部都薄 吃一下 现在停在这边吃一下 来来来来来 简单出吧 简单的吃一下 这个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最新鲜的 然后配个洗法 吃完了继续下半场 来好东西 这个是精华 整只鲜鱼的精华 鱼跑 尝一下 哇一流啊 都是那个胶原蛋白啊 都是那个胶脂啊 然后配个洗法啊 这个慢衣配个洗法 绝对一流啊 还是下购啊 下购下购 这个试宽的话 大概下个半个多小时 下完了 就可以马上就收 阿亮啊 大爆哦 肯定大爆 再爆个一百斤 下半场再爆个一百斤 没问题 来了 来了 到了 十来斤了 哇哇哇 三四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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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满红满 来 哎 他好像是刮肚子啊 是不是 哎 挂肚子挂肚子 挂到肚子了 这个是红满哦 新的一个品种啊 哎 这个好不好吃啊 这个还是刺很多 很好吃啊 刺很多 哇 红满啊 哎呀 这个镜头没拍到 来来来来来 哎 刀打 这个应该十斤是跑不掉啊 七八斤 啊 七八斤 来来来 这个战役镜头没拍到 小心小心 他这个非常凶啊 这个要是被他摇住一口 能不得了的 大货大货了 大货啊 看清楚了 哇 五六斤七八斤的哦 不值啊 不值啊 七八斤嘛 七八斤随便有嘛 是不是 哎 断一下 是啊 直接拉起来了 刚好断掉了哦 又来又来 看这个款式就知道是大货 哇 哇 哇 会装啊 来来来 这条绝对大 这条会装啊 对对对要用那个又用勾勾 用勾勾 安量小心一点哦 这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来来来 小心小心 来来来 这条挺打的 哇 哇 别跑 别跑 刺激啊 这条多大 五六斤 五六斤啊 哇 刺激刺激 很有力气啊 五六斤拉出十来斤的感觉了 可以可以啊 连着来猜游戏 对报餐的节奏哦 三斤朵 这条有个三斤朵哦 哇 又要拿勾勾了哦 我最喜欢看你拿勾勾了 来来来 上货上货 来来来 大货 哇 有力气啊 这条有力气啊 来来来来 注意了哦 注意了 来来来 哇 应该 来来来 上货上货啊 哦小心啊 跳出来差点摇到人了 哇 这个刚才差点跳出来 摇到你的手了 又是大的来 看这个感觉就知道是大的哦 来了来了 噢嗚嗚烙 二三斤 两三斤哦 整个湯 勾勾赖了 哇 二三斤 哎呀 哎呀 小心 勾起来 勾进去 来来来,又来了 最后一块又来了 这下半场 鱼火明显比上半场的要少 来来来,搞个十来斤的 来来来 上货了 这个大 这个大 哇,你看白花花的 完了 哎呀,来看看,看鱼火 这个是下半场的 下半场比较少 这个大概有多少斤 这个有6斤左右 我说大概这些 这个大概总共有 四五十斤吧 四五十斤 有四五十斤 然后上半场应该是有100斤 上半场有100斤多 100斤多一点 110斤 120斤差不多 哇,这条是最大的 这条最大的 这才有四几斤 有四几斤 这条四几斤 这个大不大 太刺激了 十几斤 哇,十几斤 十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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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十几斤 十几斤 这个是大了 哎,这就是 渔民的生活 昨天三个人就睡在这里面 十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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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回去了 准备回湖了 班师回潮了 现在 因为这个船展 开得比较慢 然后 要跟着潮水进去 现在等潮水 潮水马上到 我们就回去了 哎呦 睡一觉 就到了 来看一下 雨火 这个是别人预定的 预定的 预定的 预定的一部分 预定的一部分 先拿上去 然后这些 是我朋友预定 等一下 叫他们过来拿 哇,大分手啊 这个大 这个拿家里面去蹭一下 这个抓到了 大家都很开心 这个抓到了 大家都很开心 没力气都变成有力气 来,抬回去 这两个吃货来排队了 吃货来排队了 来来来来 搬上去 来来来 这些全部是预定的 这是巨屋把 巨屋把 现在到架了 超大 这些是 帮朋友 带狗的 然后等一下 他们过来拿 一会儿过来拿 现在回来了 然后 事实证明 钓鱼是没钱足的 还是要去 反排钩 比较有钱足 然后 刚才我那个朋友 鱼买完了 然后算一下是 总共是170斤 因为我们这个 鲁鱼的话是 价格是按大小来算 他比如说 三四斤的 我们这边大概在30块 然后 5到8斤的 大概40块 然后10斤的 就是50块这样子 然后就给他 平均算35块钱 170斤 然后就是 5950块 然后本钱什么 除掉950块 可以净赚5000块 就是他们两个人 就是一天的劳动成果 净赚了5000块 所以说 钓鱼是没钱足的 绝对不能去钓鱼 一定要去 放这个排钩 然后就是 看的真的是 非常的刺激 真的在现场看 那个是 非常震撼 非常刺激的 那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慢慢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